很正常 刚才两位导演都说到 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化妆 是不是应该让他的声音有所变化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跟两位导演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特别提到那束花被拿走了 我觉得一个空空的瓶子放在那 这就是他生命的最后的状态 我一直感觉不到我身体的存在 你看上去他完好无缺 他的声音正常 他的脸色正常 他并没有明显的消瘦 或者没有通过化妆 让他的脸上有周纹或者其他的病态 可是他就要消失了 这个东西反而让我有了更大一点的感动 他细演得很好躺在那个床上 但是这个插了这个管的这种 我自有亲身的经验看到这样的病人 我还没见到人说话那么清楚 我那个我就比较不接受 我觉得人物的外形啊 造型啊 造型啊 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这个 但是他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 你究竟应该更强调他的内心 还是要强调他外部造型的变化呢 哪一个能够引起更大的同情 行销鼓励 啊 满目沧桑 垂死 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啊 仍然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可是他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 我觉得不是外形不重要 而是内心的活动啊 内心的戏比外形更重要 如此而已